郭文貴議員 主席、本院委員 GTN立法院終於在這個會期的臨時會 排審上了法官法 這是一個讓人民期待非常久的修正草案 2011年6月13號那天晚上 我當時還是在學界服務的學者 我與一群長期關心法官法的法學教授 NGO的團體我們召開了緊急會議 我們召開緊急會議是要抗議 要呼籲當時的國會 不要去立一部恐龍法官法 那天晚上朝你出來的聲明 有108個民間團體連署 可惜的是 這份聲明 從有關於監督淘汰不適任法官 最源頭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到評鑑委員會 到職務法庭 我們提出了我們的觀點 我們說如果就這樣通過的話 這位是一部不及格的法官法 遺憾的是 2011年6月16號 立法院還是通過了這一部 法官福利保障法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造成的結果是 一個又一個被送到所謂評鑑委員會 被送到所謂職務法庭 不適任的法官跟檢察官被輕輕的重放 這樣的歷史 這樣子的過程 我當然第一個 我要譴責的是 當時的馬政府 是當時國會的最大黨國民黨 是當時保守的司法院賴浩米 今天我們終於有不一樣的國會了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來檢驗 我們在2011年 我們所提出的草案 由民主進步黨所領銜提案的草案 這個草案的理想 還是還在不在 還是換了位置 就換了腦袋 當初的理想 因為席次不夠 沒有辦法過 今天洗一次夠了 還是沒有辦法過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必須要向社會解釋 要向人民負責 特別重要的事情是 兩年前 在我們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 開了司改國事會議 許多重要司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都跟這次法官法的修正有關係 這個司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寫在法官法裡 今天晚上會不會通過呢 就是我們司改國事會議 到底是不是一個大拜拜 最好的考驗